万里野流公车站后车亭才建设完成 新北市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就接到许多民众的反应 没有电子看板无法掌控下一班公车何时会到 如果可以得知车办时间 就可以利用后车这个部分到临近的景点游玩一下 对于这项问题 服务处今天特地安排了会看的行程 要来研讨设置电子后车看板的可惜性 万里区野流公车后车停在市议员廖正良争取之下 在上个月底落成启用 站体有了许多的配套建设都要一并来增设 可能到观光风景区外来游客后车多 不过却没有一个电子看板可以方便后车民众 为此今天市议员廖正良服务处也再次来到现场会看 要来增设后车用的电子看板 野流公车站 前一阵子经我们廖正良议员争取 现在的站体已经完成了 那有些民众建议说 因为有一些市区的公车站上面都会刮一些电子看板 显示说这个车辆公车几号公车哪说会过来 这样子对于班次比较不是那么密集的公车来讲的话 民众在等候的时候 比较有利于时间的掌握 他们比较有空的时间 呼噜还很久 他们可能还可以在附近走再过来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我们交通局来这边会看 那我们请这个台电交通局的评估 包括我们要签电我们设置看板 那会看完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等这个台电它来排程之后 我们就会马上来做这个复挂电子看板 市议员大正良服务处表示 接到许多民众反映没有电子看板 都不知道车班还有多久才来 若是可以得知车班的时间 这样子后车时间还可以多元应用 像是可以到附近的景点再多拍几张照片 不需要守在后车亭中怕错过公车 哪里都不敢去 另外一个往金山方向的也是野流站 因为它现在并没有这个公车站体 因为它的空间不足 在马路上空间不足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会做一种新式的 也是类似原本像是站牌的 但是它的站牌上面一样是一个电子看板 一样会告诉我们民众 这个公车节还会到 只是新式不一样 但是功能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野流站往台北方向的车站站体中 新增电子看板没有问题 至于对象往金山方向的车站 因为没有站体 因此未来也将请台电公司 先行拉设电力设备 而交通局也将会设立立式的 电子公车站牌 让后车的民众清楚了解车班的状态 不再需要害怕错过公车 更加可以尽情地漫游野流 记得拉平函万里采访报导